那么这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登录的例子 这就是我们上面这个登录的例子 但是你看一下 现在我们去输入这个用户名 输入这个密码 假如说我输错的话 我一点击登录的时候 我这个页面是不是整体刷新了一次 也就意味着什么叫整体刷新 就是我们的浏览器 它又请求了一次这个页面 就你输错的时候 点击这里 然后点击这里 输错 你点击登录 你会发现后台浏览器 它又请求了这个页面 就你这个页面是整体被刷新了一次 刷新了一次 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如果你这个页面上有很多内容的话 如果你这个页面有很多内容的话 那用户它的体验是很不好的 因为它所有的内容是必要重新加载一次 对吧 那么我们之前 应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应该给大家讲过一个阿加克斯 阿加克斯 那么阿加克斯的话 它就是解决这种问题的 就是 OK啊 那么阿加克斯 它呢翻译成这个中文啊 就是一部的加弯 script 就是一部的加弯 script script OK 那么它的作用是干嘛呢 就是在不重新加载页面的情况下 对这个页面进行局部的刷新 局部的刷新 OK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阿加克斯 它的一个作用啊 就是在不重新加载页面的情况下 对页面进行一个局部的刷新 所谓的不重新加载这个页面呢 就是浏览器呢 它不去再访问这个页面啊 那么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这个阿加克斯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发起一个阿加克斯 怎么发起 看啊 $. 阿加克斯 我们回忆一下啊 $. 然后里面写上一个 对吧 首先 UIL UIL后面呢 写的是你要请求的这个地址 对吧 这里面是你要请求的地址 然后再往下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 type type呢 是你请求的一个方式 对吧 你是以get请求 还是以post的请求啊 请求方式 然后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 data type啊 这个data type呢 它呢 是你啊 就是你预期返回的数据 预期返回的啊 数据 格式 数据格式啊 我们一般的话 我们返回的数据格式呢 就是这个 Jason啊 对对Jason OK啊 这里面这几个对吧 然后呢 还有还有其他的吗 好 那么还有一个data data的话就是你要传这个参数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传一些参数过去 对吧 传参数过啊 我们的data呢 就是你要传的这些参数啊 传参数 OK啊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安迦克斯在请求完之后呢 他呢 执行成功之后 他会执行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点 success啊 就是他在执行成功之后 他会执行success里面 这个function 对吧 那么 这个function呢 我们把它叫做 执行成功之后的 回调函数啊 回调函数 OK啊 那么 这就是他基本的一个请求方式啊 当然点安迦克斯 UIL呢 是你请求的地址 type呢 是请求的方式 那么data type呢 是你预期返回的一个数据的格式啊 哎 这个success里面呢 是你的请求在执行成功之后 他会有一个回调函数 那么这个回调函数的参数呢 就是他给你返回的这个数据啊 给你返回这个数据 那我们之前是给大家是做了一个模拟是吗 你们那个回调 执行这个回调时候 数据哪来的 啊 数据文件里面是吗 好 这个啊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其实我们这个 请求的时候啊 在我们开发的时候 这个请求的地址呢 是需要跟后台呢 进行一个交互啊 后台进行一个交互 那么其实呢 就是这里啊 你通过浏览器 哎 在浏览器的页面上呢 你有这么一段 阿加克斯的代码 然后URL呢 是你请求的地址 Type呢 是你请求的方式 DayType呢 是你预期返回的数据的格式 然后这个请求呢 请求的地址呢 它是请求我们的网站啊 那么网站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对应的试图呢 进行处理 处理完成之后 在我们开发的时候 在我们开发的时候 我们说一般呢 是返回一个Json的数据啊 那么试图怎么去返回一个Json的数据啊 是直接返回一个JsonResponse类的对象啊 通过返回一个这个类的对象来返回Json数据 那么这个Json数据呢 在返回给浏览器之后 浏览器呢 就会执行你Success里面的这个回调函数啊 所以我们说在我们这里面 RJX它的流程呢 分为三步 第一步的话是 前端发起RJX请求 然后啊 第二步 后台试图进行处理 处理完之后返回Json数据 好 第三步 那么浏览器在接到这个Json数据之后啊 返回的Json数据放在哪里呢 就放在这个Function的Data里面 浏览器接到这个数据之后 浏览器呢 就会执行这个回调函数啊 这是它的三步啊 这是它的三步 那么你知道这样一个之后呢 我们首先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在我们这里面到底怎么去发起这样一个请求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比如说我在这边啊 我们就在 直接啊 新建一个页面嘛 我们叫做RJX test啊 好 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在这个页面上呢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发起这个请求啊 比如说 现在呢 我写上一个啊 啊 RJX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写上一个 我就来一个按钮啊 input的 这个type呢 等于这个 button 好 然后呢 我这里面 value呢 叫做啊 RJX请求 我叫做RJX请求啊 那么 这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 一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哎 我去发一个RJX请求 那么发起RJX请求的话 就需要呢 用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doller点RJX 那你需要呢 使用一个gquery文件啊 哎 这个文件呢 在我们 你注意 这个 在我们这里面 在我们将冠项目里面呢 这个gquery文件啊 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GS文件 哎 CSS文件 还有这个图片 哎 他都是这个静态文件啊 那么在我们这个 将冠里面 你要使用这个静态文件的话 你需要呢 去新建一个静态文件夹 怎么建啊 就是在这个下面 新建一个目录 哎 叫做static啊 新建一个静态文件目录 就说明我们的静态文件呢 就放在这个目录下面 那么新建完这个目录之后呢 你需要去做一个配置啊 就说明你这个静态文件 呢 是放在这个目录下面的 哎 就在这个下面啊 我们就加一项配置 哎 比如说就在这里面加啊 这个配置项呢 叫做static啊 static 哎 files啊 消限 dir s啊 static files directory啊 就是目录的意思啊 它呢 是一个列表 列表里面呢 你就拼接出这一个路径 说明你的静态文件呢 就保存在这个目录下面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是 os.pass. dn john bzdr 直接写上一个 static啊 它的作用就是 哎 设置 静态文件的保存 目录 对吧 哎 保存目录啊 ok 那么我们项目里面的时候 我们说哎 这个静态文件呢 通常分为这么几种类型 每一种类型呢 我们就放在一个文件夹下面啊 比如说这个gs的话 我就在这里面新建一个 gs 哎 css的话 我就新建一个 css 哎 这个图片的话 我就新建一个 imagines 对吧 ok啊 ok 哎 这里面就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在我们将冠箱里面使用近代文件 哎 你需要呢 去新建一个近代文件目录 然后呢 进行一个配置 好 配置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拿一个几块文件过来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有个几块文件 我就把它拿过来啊 直接呢 把它放到我们这个目录下面 放到这个下面啊 ok 那么放到这个下面之后呢 哎 我们这里面 在这个 我们刚刚建的这个页面上呢 我要用它怎么用啊 首先你要把它 导入过来啊 就是script啊 script 然后这里面呢 有一个src src怎么写啊 你注意啊 斜杠啊 斜杠static开头 然后下面的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 gs下面的 gquery啊 哎 这就把它引入过来 下面你就可以用了啊 你就可以用了 ok 哎 我现在我们要做的呢 是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对吧 发起一个 阿加克斯请求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啊 叫做btn 阿加克斯 哎 比如说我叫btn阿加克斯 对吧 现在呢 我一点击它 哎 它就要发这个请求 我就要绑定它的这个 点击 事件啊 script 哎 直接页面加载完成之后 绑定它的点击 事件啊 页面加载完成之后 执行的方法是到了 方格斯啊 啊 哎 在这边呢 我们就啊 绑定 哎 这个btn 阿加克斯的 哎 点击事件 对吧 click事件啊 就是它的一个 click事件 事件 好 那么这部分的话 就是首先 先获取到这个 根据ID 对吧 先获取到它 btn 阿加克斯 然后点击的时候呢 是执行的 click啊 哎 click OK 然后执行一个 function 对吧 那么执行这个function的时候呢 我们说在这边呢 我们要发起一个 Idaq 请求 那么发起请求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 到了点Idaq 对吧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请求的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的话呢 我们就写一个啊 比如说我就写一个斜杠 哎 叫做阿加克斯 handle吧 好 那么哎 我就请求这个地址啊 请求这个地址啊 然后呢 下面呢 请求的方式 这个type呢 我就写上一个 get对吧 那么其实呢 这个你type 你不写的话 他默认呢 就是这个 get啊 哎 你可以不写啊 你默认不写 就是这个get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data type啊 哎 day type 那么day type呢 就是指定你要 你预期反 他返回的数据的格式是啥啊 哎 我们要返回一个接层 我就写上一个 接层啊 OK 我就写这两个 那么当他返回这个接层之后呢 成功之后 他会执行一个函数 就执行我们 success里面的这个 function啊 哎 那么他返回的这个数据呢 就在这个 data里面 好 下面有了这个data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呢 进行啊 处理啊 进行处理 OK 那么这是我们这样一个请求啊 这样一个请求 那么写完这个之后的话啊 这个处理呢 我们先不处理 我就先把这个页面呢 给他显示一下啊 我先显示一下这个页面 哎 就是我在这个booktest里面呢 定一个视图 把它显示一下 哎 直接呢 我们就在下面啊 写上一个 define 然后我们就写上一个啊 这个 rxtest吧 哎 就rxtest啊 他呢 就显示这个 rx页面啊 显示我们的rx页面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面 把这个页面显示一下 直接呢 是return rendor 哎 显示的是request 然后呢 是我们的booktest 下面的test rx 哎 这样一个页面啊 那么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叫他啊 这个地址呢 我就叫做rx 叫做testrx吧 叫做testrx啊 啊 那么这个呢 就在这边去做一个pager 直接在下面写上一个 urrrrx Test Ajax Test Ajax 到了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 Veals.AjaxTest 这样它 这里面就是显示 Ajax页面 OK 那么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就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页面 比如说我就访问这个地址 就是Test Ajax 好 你一回车 好 这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页面对吧 然后现在你点击这个Ajax 你看一下你这个页面 浏览器这边有没有反应 没有对吧 你没有看到 但其实它这个请求确实发了 你看一下后台这个东西有没有 看到没有 Ajax 记住 所有的Ajax请求 你在浏览器这边 你是看不出来的 它都在后台 从哪看 右键 检查 找到 Network 然后在这边 点击登录 看一下是不是发了这个请求 发完这个请求之后 它报404的错误 是因为我们现在 只写了这个地址 只写了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对应的处理 是不是还没有写 对吧 好 那么 然后我们就写一下它 写一下它 我就在这边配置一个 叫做UIL R 叫做Ajax handle 到了 对应的我们就叫做 Vios.Ajax handle 好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就Ajax处理 Ajax 这个处理 好 那么 然后我们就定义一下 这个仕图 把这个仕图 我们在这边 定义一下 好 找到这个里面 我们定义一下这个仕图 我们在这边 直接是 Define Define 叫做Ajax handle Request 它的作用 就是Ajax的一个处理 Ajax 请求处理 Ajax 请求 处理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边 我们说 我们最终要返回一个 接生数据 你注意啊 怎么返回 是返回一个 Return 一个接生 Response的一个 对象 一个对象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 这个类在哪呢 这个JaxResponse 就在这个模块里面 我们就直接可以 把它导入过来 叫做Jax Response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返回这个对象 比如说 我就直接Return 一个JaxResponse 你比如说 我要给浏览机 返回的接生数据 是它返回的 Jax 数据 我要返回一个 这种数据 写上一个RES 数据是 1 那么这个 你怎么返回啊 其实呢 就是把这一部分 把这一部分 放在这个 参数里面 放在参数里面 那么它就会 把这一个字典呢 发给 通过啊 转换成这个 阶层数据 发回给浏览器 发回给浏览器 那么浏览器 这边的这个 Function的 Data参数里面呢 它就接收了 你的这个参数 接收你这个参数 好 那比如说 现在呢 它返回的这个 是RES 对应一个值 对吧 我要访问 它怎么访问啊 我就直接可以 直接在这边 Alert啊 Data 它的 RES啊 它返回的RES 你就可以呢 Data.is 把这个值呢 取出来 好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你在这边 比如说我刷新 好刷新完之后呢 我现在点击这个 IAC请求 看不看到 看到没有 OK啊 那么这里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这个浏览器 去请求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就是首先 你浏览器 第一步呢 就是你浏览器 这边要通过一个 请求去发起一个 RES 请求 对吧 发起之后呢 那么在你请求的 这个地址 对应的这个 试图处理的函数里面 我们最终呢 是要给浏览器 返回一个JSN数据啊 那么返回JSN数据的话 我们说怎么返回 就是啊 直接呢 去返回一个JSN RESPONSE 类的一个对象 那么比如说 你要给浏览器 返回的JSN数据呢 是它 那你就在这边呢 把这个字典呢 放在这个里面 那么这个里面的 字典的数据呢 在发回给浏览器的时候 就会被转化成一个 JSN数据啊 这个JSN数据 最终保存在 这个Function的 Data里面 Data里面啊 那么只要你这个 服务器这边 JSN数据一返回 这个对应的 这个Success里面的 回掉函数呢 就会被掉用 掉用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呢 去取出它里面的值 取出它里面值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三步啊 所说这个三步 OK 好 有了这个值之后呢 那你注意我们呢 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处理 什么处理啊 你比如说 如果这个Data 它的Rs等1的话 对吧 等1的话 我干嘛呢 我可以在这个页面上呢 给它加一个东西 比如我就写一个DIV DIV 我们就写一个DIV 这里面呢 来一个ID呢 等1 Message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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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设计一下这个DIV的格式啊 比如我就写一个style style啊 然后这个 警号Message啊 警号我们的Message 好 默认的话 我不让它显示 我直接给它写上一个 Display等于 No 然后呢 它里面的字体的颜色呢 我给它设置为红色 就是color等于这个 Red 对吧 好 那么假如说这个IS等于1的话 我们就让它显示出来 直接呢 就是 到了 警号Message啊 显示 就是点 show啊 show显示 同时显示出来之后呢 我可以在它里面呢 给它加一个内容 对吧 HTML 我加一个内容 叫做 信息啊 提示信息 比如说我就写一个提示信息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边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在这边点击刷新 对吧 我现在一点击这个 写交 哎 你看到这边是不是显示一个提示信息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页面有没有动 有没有动 那么你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你看一下浏览器有没有再去请求这个页面 对吧 我们重新来一下啊 我们重新第一次先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哎 刷新完之后 哎 这个请求是不是浏览器第一次我们刷新的时候 请求这个页面 那你要注意 我现在我在这里面 点击RX请求的时候 他这个页面上 我们是不是给他显示的一个提示信息 那浏览器有没有再去请求这个页面 你可以在后台看一下 有没有请求 没有对吧 哎 浏览器请求的是谁 RX handle 他有没有再请求这个testRX这个页面 没有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RX他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再不重新加载一个页面的情况下呢 对页面进行一个局部的刷新 哎 就是说我们在闲书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现在一点击这个RX请求 只是浏览器帮我们在后台去请求了这个RX handle这个地址 对吧 哎 根据这个地址 他对应的试图返回的接生数据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页面呢 进行一个局部的刷新 就改变它里面的某些内容啊 这叫做对页面进行一个局部的刷新啊 局部的刷新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RX 那么RX里面呢 你要知道的就是啊 所有的RX请求都在后台啊 都在后台 哎 什么叫都在后台啊 就是你你你在这边 你再点击你看到你的浏览器呢 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他都在后台 所以呢 即使他出错的时候啊 他也在后台 即使他出错他也在后台啊 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如果你如果你写完这个RX请求之后 你预期的结果呢 跟你点击之后的反应不一样啊 那么这个错误你要从哪看 你就要从这边来看啊 你要从这边来看 你就在点击他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这个地址对吧 看到之后呢 你就可以点开他点开他 他里面呢有一个Response Response这边呢 就会给你显示他返回的一个数据 那么如果出错的话 这个错误信息呢 也在这边啊 也在这边 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我在这边找到Vils 我们在这边呢 我返回这个数据之前 我们还是我们那个错误啊 那么等于1加1 那么等于A 加上一个1对吧 然后呢我在这边 我现在点击刷新 你注意啊 我正常比如说 我正常我不看这个东西 我一点击 你看到他有没有反应 对吧 他没有反应啊 你看不出来 你要从哪看这个错误呢 点击检查 找到Network 然后呢 点击这里面 阿亚克斯 你看到这里面 是不是爆红了 看到没有500 点开他啊 找错的话就在这样找 点开之后 找到这个Response 你看到Response这边呢 会给你报一个错误的信息 看到没有 还是我们刚刚那错误啊 不能把Int转换成一个 字符传 对吧 然后呢这边呢 也会告诉你 你这个错误呢 发生在 哪一行啊 你看下面的这个错误信息 是不是这一行 看到没有 对吧 那你注意啊 阿亚克斯的错误呢 你就得这样找 只要你 阿亚克斯请求 他你点击完之后 跟你的预期不符 你就要通过右键检查 找到Network 看里面有没有这个错误啊 有没有这个错误 by bwd6 然后